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。第四灵异新事。 你?你别误会。我爷爷喜欢喝这个。所以,我去采了点回来。 灵与同像是被人撞破了新事。他有些结结巴巴地说。 我误会什么?叶昊轩盯着他。让灵大小姐生平第一次被男人看得羞红了脸。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? 灵老不是喜欢喝大红袍吗?叶昊轩在问。 他换口味了不行吗?你不知道上了年纪的人。麻烦。 灵与同没好气地说。 叶昊轩苦笑。在清源。恐怕只有灵大小姐才敢这样说灵老吧。 灵老对这个孙女真是宠坏了。 你有心事吗? 看着叶昊轩正正的出神。一改往日的油滑。 灵与同心中默然一沉。一看到他有心事。 连带着他自己的心,也揪了起来了。 没。没事。 叶昊轩摇摇头。 吃早餐了没。没有的话,我去准备。 灵与同问。 吃过了。谢谢。 其实。你有心事的话,也可以对我说说的。 灵与同坐到了叶昊轩的跟前。 两人的关系现在还是有些不清不楚。 虽然灵老有意撮合他们。 但灵与同注定不能和叶昊轩其他几个红颜知己那样。 如果你是我。从小不知道父亲是谁。跟着母亲一起长大。受尽心酸。突然有一天。有一个男人来到你跟前。说是你父亲。你会原谅他吗?犹豫了一下。叶昊轩问。 不会。灵与同想都没想。 为什么?叶昊轩苦笑。 不管什么原因。都不是他抛弃弃子的理由。所以,我是你。我就不会原谅。 灵与同说完。这才反应过来。他吃惊地问你的意思是。你的父亲来找你了。 没。没有。我只是打个比方。叶昊轩连忙摇头。 小叶。这么早啊。 就在灵与同想逼问的时候。灵老从外面走了进来。手里提着一个鸟笼。 灵与同只得幸幸地作罢。接过灵老手里的鸟笼。走了出去。 小子。有事问我吧。 灵老坐了下来。 端起茶几上的茶水。喝了一口。一服从容的样子。似乎是知道叶昊轩一定会来这里。 灵老。我的身世。您是不是一直都知道。叶昊轩问。 从第一次见到你。我就知道你是叶家的人。除了相貌像你父亲外。 那种从骨子里所发出的不屈。也是叶家的人独有的血性。当时我就给京城叶家打过招呼。 灵老道。也就是说。叶家。半年前就知道我的存在。叶昊轩一字一板地问。 不错。我想他们暗地里也调查过。确认过你的身份。 灵老道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。 早些告诉你。有用吗?灵老淡淡道。我想。你也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打乱吧。 况且。那个时候。我不知道叶家是什么意思。 叶昊轩正正不语。灵老的担忧不无道理。现在他骤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又能怎么样?徒增烦恼罢了。 小叶。你做出这个决定。真的对吗?灵老问。 我不知道。叶昊轩摇摇头。 这件事情虽然委屈了你们母子。但是说实在的。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你父亲。她也有很多无奈。她对你母亲也是一往情深的。 单从这么多年。她始终未娶,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灵老缓缓道。 我知道。可是。想想我妈妈这些年来的艰辛。我就无法原谅她当初抛妻弃子。 叶昊轩沉声道。 小叶。我知道你一时间接受不了。正好这段时间,你也好,好考虑一下。 其实,你父亲这些年也不容易。 灵老叹道。 叶昊轩点点头。 一言不发。 辞别了灵老。 叶昊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 以前不知道她是谁的时候。 成天在想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 现在当父亲这个人,突然闯进自己的生活的时候。 她又突然觉得无法接受。 有时候,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。 叶昊轩摇摇头。 离开了灵家。 怎么? 有心事。 美颜国际总计。 总裁办公室。 萧海妹递给叶昊轩一杯咖啡。 围着她坐在一起。 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。 叶昊轩苦笑。 萧海妹的阅历比较多。 正是这些阅历。 使她更加成熟。 知性。 所以,叶昊轩有心事的话。 最先想到的一个人就是她。 当然。 我被你吃过这么多次了。 早就成了你肚子里的蛔虫了。 萧海媚啰啰一笑。 一双,柔弱无骨的御手攀上了叶昊轩的脖子。 送上了双唇。 可是这招以前,百事不爽的招。 今天却失去了效用。 叶昊轩苦笑。 把她揽入怀里。 并没有下一步动作。 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? 萧海妹问。 这个。 常人有点难以理解。 叶昊轩犹豫道。 我就不是正常人。 西西。 小弟弟。 这么多愁善感。 好像不是你的性格哦。 萧海妹在她胸膛处划这圈。 我以前不知道父亲是谁。 一直一来。 我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。 叶昊轩轻叹道可是。 有一个我平时想象不到的人突然称是我的父亲。 这让我接受不了。 你知道自己的身世了。 萧海妹微微一惊。 一咕噜爬了起来。 算是吧。 叶昊轩点点头。 她当初抛弃你母子。 没有给你一个说法吗? 萧海妹问。 有。 当初的事情显然不是她的错。 造化弄人。 叶昊轩道。 可是, 你还是没有原谅她。 对不对? 对。 为什么? 第一。 她当初抛弃我们。 在我们需要她的时候。 她没能为我们遮风荡雨。 第二呢? 萧海妹双腿交叠做好。 认真的聆听。 第二。 她不是普通人。 叶昊轩。 叶昊轩神色复杂道你一定想不到她是谁。 也想想不到我是谁。 洛洛。 难道你是太子吗? 萧海妹笑道。 我的父亲。 叫叶庆尘。 叶昊轩正正道。 叶庆尘。 金城叶家。 你。 你是叶童话老将军的虫孙子。 萧海妹这一惊可非同小可。 她无力地靠在沙发上。 有些苦恼道, 天啊! 我竟然做了开国元勋众孙子的。 要不要这么夸张? 你不是我的。 你是我的女人。 叶昊轩苦笑道。 一点都不夸张。 叶家。 可是豪门世家啊。 叶庆尘。 你爸。 可是大领导啊。 萧海妹一本正经道。 可是。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 跟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交集。 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。 叶昊轩道。 所以。 你就拒绝了她。 拒绝了成为红四代太子党的机会。 萧海妹定了定。 差不多是吧。 虽然感觉你有点神经质。 但也是情理之中。 萧海妹沉吟了一下。 然后匆匆地来到了办公室桌前。 拿起了电话。 你做什么? 叶昊轩诧异地问。 萧海妹没有说话。 只是拿起电话,吩咐了几句。 然后便把电话挂断。 订机票。 去哪里? 京城。 萧海妹吐出两个字。 你要去找萧家麻烦吗? 叶昊轩问。 不。 我是为你打头阵。 我决定。 要把美颜总部迁到京城。 萧海妹认真的说。 叶昊轩这一惊, 可是非同小可。 为什么? 在清源不好吗? 我现在还不是叶家人。 公司搬到那里。 根本借不了叶家的事的。 我没打算借叶家的事。 我说了。 只是给你打头阵。 萧海妹一本正经地说。 我到京城还早呢? 我跟若曦有过三年之约。 叶昊轩道。 跟你的若曦没关系。 我有种预感。 你很快要去京城了。 萧海妹笑道。 我说过我现在不是叶家子孙。 叶昊轩摇摇头说。 迟早有一天是。 况且。 公司要不断地创新发展。 总部放到京城。 最好不过了。 萧海妹笑道。 可是清源这里怎么办? 先交给玲玲吧。 她完全应付得过来。 而且她的管理天赋不错。 谢谢你给我找来这么一个得力助手。 那我以后给你多找来几个怎么样? 叶昊轩笑道。 滚。 你敢再滇花惹草。 我保证切了你。 萧海妹称道。 呃。 要不要这么狠。 叶昊轩感觉双腿尖一凉。 下意识地双腿一夹道。 你不幸就试试。 萧海妹了呼一笑。 伸出两根手指。 做恐吓状。 吊笑了一阵。 叶昊轩依然有些犹豫道。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要再慎重考虑一下。 签公司。 貌似不是一件小事啊。 不用考虑了。 你的根在那里。 小弟弟。 你只管坐等着收钱就是了。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。 不过。 万家的那个麻烦解决了吗? 萧海妹笑道。 叶昊轩还未答话。 只听门口传。 来了一阵骚动声。 同时。 传来前台议员的交呼。 你不能进去。 萧总现在很忙。 你要预约。 预约懂吗? 保安保安。 随着叫声。 总裁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。 被人从外面踹开。 只高气昂的萧文杰神气地走了进来。 他身后有两名保安随即冲了进来。 这两名保安都是退伍军人。 抓着萧文杰的手就要把他扭出去。 放手。 我现在是你们公司的股东了。 名义上的老板。 你们谁敢碰一下我试试。 我让他马上滚蛋。 萧文杰对这两名保安喝道。